泥巴是大自然給孩子最天然的證據 型衣塑型的特質可以發揮創造力 沉積在泥巴中可以刺激孩子的感官 幫助情緒穩定 降低焦慮與壓力 如果能在家讓孩子體驗玩泥巴的好處 那會是豐富孩子玩樂的完美提案 我買泥巴的 我是Linda 帶媽咪們用簡單方法玩出生動遊戲 今天影片要跟媽咪們分享一種 在家也能簡單自製如同泥巴觸感的紗泡 讓孩子不用在外人幾人就能安心玩泥巴 我們要預備的材料有 沙子 刮湖泡 打蛋器 感官盆 首先將三杯沙子倒入感官盆中 輕輕晃動噴子讓沙子均勻分布 加入半罐刮湖泡 將盆中的沙子和刮湖泡仔細攪拌 攪拌均勻之後帶有香氣的自製泥巴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可以預備一個感官盆 使用家裡的玩具搭配石頭 樹枝等天然美材 再加入我們剛完成的沙泡 營造泥巴主題情境帶孩子進行玩樂 這次我選擇的是工程布景 讓平常在家只能運用想像力挖空氣的小工程車團隊 和樂高人能有一掌常才的情境空間 所以妳今天是小工程師 這是推土機 推的 妳看挖土機是這樣挖 把妳的泥土都給我吧 我要倒手囉 倒手 把這個石頭大石頭給搬走 石頭在著了 石頭在去哪裡 大石頭太大了 太大了 把它推走 好 那我們把石頭壓扁 然後蓋手印好不好 好 在那邊 壓扁 扁 哇 妳看妳的手印 錯過這樣的布景 讓孩子在泥巴的玩樂中 可以認識工程的情境和急切的性能 還可以將泥巴塑形牙印來刺激觸覺 玩完之後還可以帶孩子 運用家中清潔工具學習清洗 把這個沾水 對 然後搓搓 幫它搓搓 這個沙都洗乾淨了耶 有沒有 我這個要撒一擦 好 妳用妳那個擦擦 我洗掉 讓孩子同時可以享受清潔的成就感與樂趣 我們還要洗人耶 幫人洗澡 洗澡 整理完後 可以讓孩子的雙腳踏入沙中 讓腳底感受沙子的觸感 石頭有沒有像海灘的沙 讓孩子玩得欲罷不能 還可以將水倒入泥巴中 讓孩子來個小小的Messy Play 進行感受泥巴的快樂 反正最熟悉的浴室就在旁邊 輕輕鬆鬆孩子又回到乾淨的模樣 以上就是今天的自製感官遊戲影片 感謝各位媽咪們的支持 特別公告這支影片開始 我們的藝術創作遊戲影片 只會在無家玩藝術的IG和Youtube頻道發布 原本的無家生活Youtube頻道 只會分享我們的生活和帶孩子從事戶外探險的Vlog 歡迎大家參觀瀏覽 可以的話訂閱支持我們的各個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